其实我在刚开始接触 就是所谓的难民援助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年 我非常非常大的心理的不适应 但后来我慢慢的调试了 就是觉得说 正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么大的落差 然后也正因为我们有能力 我们没有闭上眼转身走开 所以我们要继续持续下去 然后也因为我们有这个机会 我们比较有容易让大家 更多的人可以听到 可以知道世界上同一个 同步的在发生 跟我们的生命如此大 不同的事情 我们希望更多人能够知道 每一个人都可以 真的是举手之劳 都可以做一点什么 就是我们这样的钱 我们能够把它做到最大的效应 就像200美金 我今天放在这个叙利亚境内 跟我放在其他的地方 它所产生的效益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50块美金 1500块钱台币 我在其他地方我能做什么 可是我在鲁克邦难民营里面 它是一个老师一家子的薪水 你说够不够 当然不够啊 可是聊胜与无嘛 我们总是要有一个开始 有些人会说 哎 干嘛就帮助那么远的人 又看不到 又不认识他们 我怎么不帮助自己台湾的孩子 这不是也是同时大家一起好吗 你不可能成为你不知道的人 你如果完全一个 你没有任何的教育 你不学习的人 他的世界永远就是这样子 你永远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 那你怎么可能去做任何的改变 当你的世界就是这么狭隘的时候 你连什么是改变都不知道 你怎么可能去做改变 所以我想为什么教育这么重要 就是要让我们看到 各式各样无限的可能性 如果没有教育你就是看不到 看不到你就不可能成为 那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改变